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小燕哥 我知道 你想要坐下對不對 不是 我知道 你想要握手對不對 左手還右手 不是 我 我知道 你想要喝水對不對 他馬上會拿來 小燕哥 你以為我是狗啊 你幹嘛自以為你自己很懂我 以為我要幹嘛 我講的都是錯的嗎 對 那我想我應該被噴了 是 我知道 我剛猜的沒有一個是對的嗎 我又不是狗 我幹嘛要左手右手跟你問 或是坐下跟喝水啊 真的 男人 不要以為你自己很懂女人 好不好 今天我們要聊的就是這個 我們也請到了演藝圈三位 自以為喔 每個人都很懂她喔 包括她她樓下管理員都很懂她喔 到底是哪三位呢 歡迎我們三位女人團 歡迎 好 當然呢 我們這邊呢也有一些呢 他們覺得他們是冰雪聰明 只要呢 她的一個眼神 一個動作 他們就了解 歡迎我們的聯合國行男 今天六位來自外國的平南 分別是美國的賈斯汀以及杜力 德國的賀少俠 瑞典的馬丁 澳洲的傑克及Jimmy 最後是台灣代表余秉諺和王仁甫 到底男人有多愛不懂妝懂 惹惹女人呢 那首先我們要聽一下女生的觀點 好的 詩梅 妳的觀點是什麼 在傑克面前 妳還有什麼好說的 對 在傑克面前 我講話可能會稍微放溫柔一點點 沒有 傑克喜歡所有的女 妳怎麼樣她都喜歡 都可以 對 傑克我要說喔 她的零食不是餅乾 是小火鍋 那是鍾馨琳 那是鍾馨琳 不是我 不是我 那妳有什麼要對她說呢 不是 我其實不是對傑克說 傑克什麼都很好 對 我比較覺得不舒服的是 其他那些舊男生 有些舊男生你知道 他們真的太自以為是了 比如說我遇過一個男生怎樣 我們大家去吃飯 然後好不容易 大家決定朋友要說 想吃什麼啊什麼的 然後呢 那個男生就會主動跳出來 那是我某一任的男朋友 他就說了 他說我知道他不喜歡吃西餐 他就主動出來 可是好巧不巧 我看我們朋友那些眼神 大家都想吃西餐 所以當下我當然說 不會不會 我不會不喜歡 我喜歡 我喜歡 我趕快來打這個圓場 我說好啊 其實你們想吃 我們就先去吃西餐 所以好不容易 安撫了大家去吃了西餐 一坐下來 點什麼東西先不打緊 到最後 比如說大家是一個set嘛 到後面點甜點了 哇 我就開始在看那個什麼 然後就問小姐 你要什麼甜點 然後我在看哇 什麼奶酪啊 什麼蛋糕啊 然後什麼水果塔啊 什麼的 我還沒有點 唉唷 這時候我男朋友就跳出來了 喔 他喜歡吃蛋糕 就幫我回答了 我喜歡吃蛋糕這一part 然後到最後更誇張的是 我要點飲料了 那我通常 其實我喜歡喝的是果汁類 他馬上幫我點 咖啡 謝謝 因為我只有那麼一百零一次 其實我一年大概就喝過 大概不到十次的咖啡 我可能有一次坐他車的時候 可是因為那天咖式什麼真的很累 我才會去買一杯咖啡 他就這麼認定了 就是我愛喝咖啡 咖啡我承認 可是你說他看起來不喜歡吃蛋糕 誰相信 對啊 應該說他有什麼不喜歡吃的 好有正義感這一集 沒有支援的聲音嗎 Double cheese 或者是奶油蛋糕 不是 應該說他生命中有什麼不喜歡吃的嗎 對不對 你看你們男人就是這樣 可是我跟你講你們真的很奇怪 我們男人替你們稍微想一下 你們就說我們想太多支援很了解你們 我們都不替理想很尊重你們 你們又說你們都不關心我們都不了解我們到底要什麼 我們到底男人要怎麼做你們女人才滿意 好 那我問你們男生們有沒有過這樣的經驗 就那麼一次你就以為那是他所有的喜歡跟興趣 有沒有 有的情舉卻沒有的情舉差 摸著良心舉喔 基本上我覺得男生應該都會有 都要有 因為我們是去觀察 所以後面那個打差的都不是男生 你們都這麼厲害 你們都可以知道你們女朋友要的是什麼 沒有錯過 剛好猜到 吃飯這方面應該沒問題 我覺得 可是不是只有吃飯嗎 我們說有時候女生要什麼東西 我們會去觀察 比如說我們會覺得 最近好像你都很喜歡去翻雜誌 然後都會看到有那種比較特別的一雙高跟鞋 你就會停下來看特別久 那我們就會覺得說 你可能喜歡那雙高跟鞋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會覺得 在生日的時候買了一雙高跟鞋送給你 就殊不知 他其實覺得那雙高跟鞋為什麼會這麼醜 怎麼設計出來的 那我們能怎麼辦 我們就以為你是喜歡我們 在偷偷觀察我們有用心啊 可是買了之後還是被人家念 說你怎麼會買這雙 我就覺得這雙很醜 你還買 你不知道她平常的品味怎麼樣嗎 不是啊 有時候女生我們真的很難想 比如說她平常她自己本身 你覺得季晴應該適合什麼樣子的穿著打扮 甜美 甜美風對不對 是不是 是不是 簡單俐落 你女生嘛 你女生覺得簡單俐落 對 簡單俐落是你吧 好 來喔 一個簡單俐落一個甜美風喔 不對 其實我覺得季梅喜歡龐克 季晴她是龐克風 我跟你講她喜歡龐克 我買甜美風給她不喜歡 她喜歡那種卯丁的 怎麼會 我說這跟你很不搭耶 這個比較像是在你身上會出現 對 可是她就不喜歡 她不喜歡那種甜美風 她喜歡卯丁風 誰會知道要送她卯丁風的東西 奇怪 真的很難耶 想不透 所以是你們女生太善變了 還不受你男生不會觀察 我覺得為什麼我可以旁敲側擊 我可以知道季梅喜歡卯丁 因為那是你的Style 她因為愛你 她因為想要跟你配合 所以她會慢慢會接近你的Style 是這樣喔 你這樣一解釋完 我倒覺得你們女生真的很會講 講到我被說服了 你說你要來挺反的耶 對啊 真的要來挺反的耶 她一講完再講完 我老婆弄一個硬一點的出來有沒有 我發生在的是 我沒有辦法接受 我 女人 我的女朋友 會誤認為 會喜歡什麼 喔 就像好了 你本來是相反 其實 對啊 就像我 大家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很像肯尼 欸 對 我自己覺得說 好 既然覺得我像肯尼 所以說 她會想要把我當成洋娃娃來做裝扮 所以呢 她就會在我身上覺得說 我應該喜歡適合什麼樣的衣服 那偏偏呢 其實我是屬於比較 比較 娇娃咖型的 就是我的腿比較細 對 我覺得你下半身很濕弱 對 其實我們這種是時尚的身材 時尚的身材 所以呢 我是娇娃咖 我們可以叫傑克下來告訴你什麼 叫現在的 好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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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來走一下頭部 好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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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這也可以是一種時尚 沒有關係 好爽 如果不要穿你就可以站我腳 我跟你講你們 搞不好她剛剛其實其實褲子是脫下來到一半 所以妳講她先褲子拉上來之後才把腳放出來 我們讓兩個人走秀一起走走看好不好 好爽 好爽 這個已經是挑戰秉諺的專業了 她是專業模特兒 等一下 我已經很久沒有做這件事 Ladies and gentlemen 一起 好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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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好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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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短了 因為其實太長不好看 也不夠時尚 其實有沒有看到 其實很多像Gucci 或者是一些大品牌的短褲 都會比較短 會比較時尚一點 但在台灣其實比較難接受 所以我其實不太愛 穿短褲出現 甚至我也不喜歡穿露紙鞋 或者涼鞋、拖鞋 這些這樣的鞋款 但是他偏偏覺得這樣很好看 所以他就會一直買這樣子的衣服給我 那我就會覺得 你到底懂不懂我喜歡什麼 是 就是哪裡痛往哪裡踩就對了 怎麼會這樣呢 我像我就覺得男生 有時候很會自作聰明 那有時候我也覺得女孩子也沒錯啦 其實到這個年紀我會覺得 有什麼話應該要明講 因為我覺得你身邊的男人 就算是身經百戰的花花公子 你不講你要什麼 他其實永遠不知道你要想什麼 那記得在學生時期 我有一個男朋友交往了四、五年了 然後那時候因為我是學生很辛苦 就晚上還要打工 然後白天要上課 然後後來我要生日的時候 他就說 寶貝你今年生日你想要什麼禮物啊 我就說 我真的覺得很累 我想要好好的休息放鬆一下 然後他就說 好沒有問題 我一定會給你一個驚喜 然後我就很開心 我就想說他要帶我去度假啦 那我就 那兩天我就請假 然後就是白天也沒上課 然後晚上也請了公休 結果那天當天 都一直沒有等到他出現 然後也沒有電話 我就覺得很奇怪 後來快遞就送東西來了 然後我就想說 可能是去哪裡的住宿券 或者是機票什麼之類的 結果一打開一看 我真的傻眼 裡面是一顆 真的很可愛